第二场赛事都很简单研究过 看看第三场 去过重发的马友这只四肖的无忌 11号的赤水晨区 人和家乘服货那里是投过下来的 四班千二的短途赛 1号马这只量发宽藤 除眼罩除交叉鼻枯 初戴鼻枯 四号的无忌 初戴环形口银铁 6号好运多宝 好运宝宝就赢了 这只多宝 初戴眼罩 初扎离 初勇环形口铁 好了 量化宽藤 一出赢得沙田千二怎么会异马 不过有时就是樽颈位 个分又浪浪的 又报些路程又未必对 拿位又不顺 这次回足才来的 谷草一早试集OK的 再来就今早落草地的人和家乘 他又不是一只很重称的马 所以功夫也不会太多 但是今次赛前也有一个杂放在前面走 用陈嘉熙的 所以可能今次十二档他都会试试这样做 他复货也是量了两个星期 两个多星期才跳 得益良多 潘顿就是你看看他的马以前跳 人家站起来坐手 拖一件事 扔给他他就没事了 他收短姜诚一斗高 那一马就移动了 看看这一只初出的无忌 是一只丁冠奴的三岁马 都试试了很多个杂 这个是最近期6月30日 腾空的时间翻步有些慢的 应该就不是一只正宗的短路马 早前也没有试过跑马抵袭的无忌 不过这一场你看看后面有很多马 不是初出就初跑谷草 所以这一场其实都 拖了很多这些质身马 还未够的在那里 飞云追是第六 差不多包尾镜头就是标之灵 飞云追那些在那里找 跟着而已 好了,你再看这一只 再看他跳 四号的无忌 都是在重化的 然后回来试了一堆 跳了货而已 这些杂都一样的 刚才看到都还没得住 接着这一只就创科先锋 一出都是接近的马 它也是的 就是回报的感觉上 它也不是很迷脚 叉叉叉走的那种马 所以可能是凭一些质素 形势就会接近 但应该不是短路马 好,接着看一只好运多宝 好运多宝一二三四 试了四个大闸 头个大闸不合格 接着那些就出闸慢 好了,再到莫雷拉 眼罩已经加了 近三个大闸 扎尼仅有 又打又成,又推又成 这只马也没什么反应 但是很少可 高东尼这些马 回到来,我觉得就不多了 接着又拍杂 又拍跳 对,这一只也是拍跳 走入面的 它其实是一只相当大体型的马 我也知道 看到它之前戴过呼吸仪器的 这只好运多宝 所以大家要密切看看它跑得如何 看一看电影 信不信 不信就跟着它不信 那一大件事 好了,这只马尔代夫 其实这些马也都是 扑一下扑一下 这马剪的钟毛 特别跟它的扣铝有些不同 隔了五个多星期跑 但是潘顿 久不久呢 当然是弄回货 拍一下 接着上个星期四拍杂 还是潘顿 这个杂是苏迪雄氏 一直顺着跟着 都没所谓的 你知道苏迪雄氏 刺激的对手很有价值 但是再看看 始终是涉恩 就是这一货 7月2日早 近镜 那只501是幸运飞弹 这只马尔代夫 其实拍摄了草地 感觉上他挺肯走 但他常常喜欢缩住耳朵 那只加了眼罩 再量度它 好,贯保区 隔11天就跑了 这次也有好几只这些马 这些都是布正选的就跑了 太年轻了 真的太年轻了 是的,这一只就是经验丰富了 天赐宝 今年也曾经交过表演 不过他跑法很单一 一吸不到来被人顶 不够快 他就散了 休息了8天才复货 好了,这只骡游千里 有部分容天鹏那些都是这样的 就算他隔六个星期多 五个星期多 他都只是跳出来跑 但上次是放就放出来的 对了,不过回来就 完全是埋不到尾 我觉得 这只赤水神区 也可能会 或者走一下也不定 找找黄进跑 其实这些中年马 它也不算很颓 早上还有两脚 不过这一场 前领的马很多 回到重化 它是量了一轮 一轮机场才开始跳饭 好了,这只就是甜酒杯 这些马当然有用 不过你看上去 那条颈又很粗 身又圆满满满 即他是年轻 如果你扯得快 我觉得他可能有得飙 看看第三场 另一组的四班千里米 刚才一直说 神粗片 都说这一场 其实挺复杂的 复杂就是在于 很多质身马跑得很密 他们的进步的时间 不是太多 也要应付第一次跑马地 这场你看看 九档、十档、十一档、十二档 四只马都应该会走 那到底组段的互动性 哪些马先些 哪些马被人顶呢 就难说的 因为你那只人和家姓 试杂都带头了 以前他跑得好 是后追的 但是近期似乎用陈家熙 我想他可能想试试 转放头都不定 那三号得益良多 你说这些马 衰按摩多厉 不是说临走 挖挖挖挖挖 多少马可以赢得 所以这些得益良多 如果体力没有减退 他也有机会高 你看得到 我刚刚记得那只威厂那场马 你又走 他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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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马想留 还好留 他做得到效果 我相信低良多 第一 他有千四级数 过来跟你跑 那已经赚了你了 你不是莫雷拉 那场马走上去 他为什么在外面望空 不是怎样 不走 你想他怎样 我也不知道你想他怎样 再捉下去 那一刻决定他就走 他就迫着你走 那场不是清心星那场 我还记得 大家一起舞了 那场马 这次现在潘顿跑 当然潘顿以前跑过 但是你看他跳 有时候也未必只只记得 一斗高一点 他就动 现在让他试了 知道了 我觉得他对他发挥好的帮助 他是创科先锋很厉害的 但是不懂得转脚 上一次跑的时候 有些不错的潜质 时间关系 留下赛日才和大家分析 第三场赛事也研究过 休息一会 无忌的废是highly recommend 这些马今季表现都可以 和道区心中有你赢过 另外其他的成员就比较新 好像鲁表省 燕龙在田 那些暂时没有什么成绩交出 highly recommend自己 登塔岛的儿子 服役的时候 就在澳洲赢过两场赛事 但赢马途程都挺极端 一是赢1000米 一是赢2040米 赢2040米 赢2040米那次 就是满利谷二级赛 奇勒感标他都赢过 至于无忌的武系 曾经在纽西兰的南岛 赢过六场赛事 就由1200米赢到1700米 武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就短途马比较多些 个别有些赢到一里 这个武系家族里面 有一匹宇宙梁区 曾经来过香港赢过六场 他就由1000米赢到1400米 所以夹入了赫武两线 无忌看来似中短途马比较多些 会挺早熟客 初期都是跑短途 但是跑下去 尝试能否抛到1400米 丁冠豪这个马房的初出马 其实两季跑到现在为止 两季加起来 只有一只赢过 就上季的事 赢过一匹已经是宜昌宝宝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莫说初出即性马 初出上到名的马 暂时都没有 好运多保育 Star witness 重要证人 这系马今季成绩 依然保持水准 兽神 天地人 奋斗同心 和精进百乐四匹马赢过 另外神舟进马也上过名 刚刚新性马也有一匹 新力保 这系马来了香港这么多季 看来比较早熟 跑短途赛比较好些 至于好运多保的母系 上阵就没有上名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就短途马比较多些 个别有些赢得一里或以上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群好运多保看来 是比较早熟的短途马 好运多保来香港之前 在悉尼是摩加里训练的马 曾经在当地试习四次 一次跑第一 跑第一次和他在试习的 第二第三名马 第二名那匹 在当地亦赢了马 高东尼马房的初出马 近季表现就不错 上季一出即性马就有两匹 就是嘉应之星和张妖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就有四匹一出即性马 全部都是自购马 他们就是 孖宝兄弟 加州得训 长长精彩和幸福老